让我们更详细的介绍营养宝石吧 营养品 22种五行五色食材制成 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色食材 对应肝、心、脾肺肾五种器官 让您达到均衡饮食、健康机体 如能均衡进食不同颜色的食物 就可以减少营养失衡的状况 帮助调整体质 营养品的成分有 糙米、橘绿纤维、飞鸡改黄豆、燕麦、青人黑豆、绿豆、马铃薯 高丽菜、南瓜、燕麦纤维、红萝卜、黑糯米、海藻钙、香菇、大麦、黑芝麻、赤鲁加、冬虫下草菌丝体、蜡木、菠菜、海带芽、还有香菜 红宝石由九种全天然红色食材制成 红色食材抗氧化墙 红养养心 尤其是天气热时要多吃红色的食物 以中医而论 红色食材保护心血管 在化疗过程中心血管会感受到比较不舒服 可以多吃点红色食材 调养心血管疾病 另外红色食材中的优质淀粉 也是非常重要的饮食补充哦 红宝石的成分有 红豆、黄甘薯、玉米、亚麻仁籽、三色藜麦、南瓜、红萝卜、紫山药、甜菜根 黑宝石由八种全天然黑色食材制成 黑露肾、养肾器 化瘤后也会发现身体容易水肿 似乎新陈代谢也变慢了 黑色食材养肾、抗衰老 黑豆、黑芝麻等黑色的食材在研究上都是高营养、高蛋白、高纤维、富含维森素、矿物质等 所以多补充黑色的食材把剩气养起来很重要 黑宝石的成分有 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、黑麦、三色藜麦、牛磅、黑木耳和香菇